你或许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但他有一个称号 中国最牛校长 他做了一件震惊全世界的事 甚至让人觉得非能力可为 1995年 叶志平就任四川桑稿州学校长 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 竟是加固学校所有的建筑 经费不宽裕 他就年年申请 直到2005年 学校建筑全部加固完毕 随后他又做了一件 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组织学校师生进行紧急书三练习 当地教育局曾批评他 不专心参与教学活动 但他一如既往 他发明了紧急疏散方法 对老师的站位 引导都有具体的要求 他甚至经常观察学生 上下课 及课间人数量非常大的时候 学生的拥挤情况 2008年 大地震那天 他恰巧不在学校 当得知消息后 他火急火热地赶回学校时 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他的学生 他的老师 都紧紧地站在操场上 全校2300名士生 用他平时训练的方法 仅用了1分36秒 就成功抵达了操场安全区域 无一人伤亡 这太油了